大家好我是木料厨 今天分享我们一家老小都爱吃的猪肉丸 进到Q弹还简单 学会了做给家人吃 我买的是一根厚猪肉 给它切得干净 洗好过后我们给它切成小块 做这种猪肉丸的话 今天就是选筋膜比较小的这种瘦肉 这样搅打会比较好 而且我还准备了70克左右的肥肉 增加口感 时间充裕的朋友也可以把猪肉买回来 就是放到冰箱冷冻一个小时 这样成功率也更高 直接加入到绞肉鸡里面 先把肉块给它打碎 绞碎以后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大勺食盐大概6克 一小勺鸡精 这样的白胡椒粉 加两克左右的冲突酥蒸香 最重要的就是150克冰块 朋友们这个冰块的作用 就是为了让这个猪肉快速降温 如果在搅打的时候它上温很快的话 做出来的丸子它就不Q了 就吃起来会比较绵密很柴 然后继续给它搅打 像这种细腻程度 接着我们准备50克木薯淀粉 也可以用玉米淀粉 加入40克冰水搅拌均匀 把这个木薯淀粉提前化开的话 等一下打得比较均匀 而且也很好打 倒到肉里里里面 然后加入一克的小苏打 继续搅打至完全犀利 好了朋友们 我们总共打了4分钟左右 现在这个肉的状态 其实有一点点上劲 直接不用倒出来 朝一个方向给它搅上劲 这个动作一定要保持又帅又快 就越搅的时候 手的阻力越大 就证明就越来越上劲 而且是冰冰凉凉的 如果是你这个猪肉不冰的话 就可能做出来 就会很比较绵了 朋友们看一下 这是我打了3分钟的状态 像这样特别的粘手 就可以了 朋友们锅里面提前烧5-60度的温水 就用手摸起来 就是稍微有点烫就可以了 你有虎口该挤成丸子 丸子放下去它就是漂浮的 就证明是成功的 朋友们放这个丸子的动作 就尽量快一点 而且就是最小火 就给它刮干净 全程就是中小火煮 像这样煮着冒泡 再煮个3分钟就熟了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 我们的猪肉丸就做好了 刮火 立即放入冰水中 朋友们自己做的猪肉丸 除了形状没有卖的好看 其实真的是特别的Q 超Q的 白开给朋友看一下 就很Q 葡萄尝一口 弹牙 这一半给你看 今天中午就打算用这个丸子 做一股米粉汤来吃 锅中倒烧去食用油 下一个蛋白姜片炒酸 炒酸以后加入清水大火煮汤 之前有个朋友教我煮米粉之前要把这个米粉冲洗一下 因为这种干米粉在晾晒的时候就有很多灰尘 而且还有一些不明非误 我感觉那个朋友说的很有道理 水开以后下入米粉 下入丸子 这个猪肉丸一次撕不完的可以放到冰箱冷冻起来 接着加入洗净的花鸽 这个花鸽一定要用水浸泡吐沙 下入牛肉 这个牛肉我裹了地瓜粉了 全部下好过后中火煮个三分钟左右 因为这个米粉后面会膨胀 所以我们一次性不要加太多 按自己平时的人口的量来提定 三分钟过后我们倒入炒好的鸡蛋 洗好的生菜我们只要搬出小段 加入两勺盐调味 适量的白胡椒粉 倒煮为一分钟左右 最后倒入蒜苗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好了朋友们一道快手又简单的米南米粉汤就做好了 我老公每次吃米粉汤都是用 这个盆了 以前我也是 但是现在要控制了 天呐 能到中年了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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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吃的时候不能擦在饭里面了 吃的时候不能擦在饭里面了 妈妈 快快 这位 好 熟啊 熟啊 好 熟啊 慢点 慢慢加 看 左边是这边 右边是这边 右边是这边 右边是这一点 好 爸爸 爸爸 我还记得 好 我的菜 這裡 6喔 這裡 2個 媽媽哥哥 媽媽哥哥 祖哥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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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哥皮了什麼樣 要看你有什麼東西都是一樣的 怎麼樣 丸子 丸子好吃嗎 好吃 好吃 沒關係 媽媽吃兩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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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你要講肥的嗎 為什麼吃兩碗 我也吃 媽媽 我本來想說這種小碗可以控制下量 結果成了兩碗 媽媽 不要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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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魚 1分 1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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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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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